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二百斤的胖妹 只要穿上这双鞋子 分分钟她都能变成笑花级女神 变美之后再次回归学校的她 将会怎样报复那些欺负过她的人呢 女孩名叫朱镜 人颂外号朱镜 因为长得丑 从小母亲就嫌弃她是个脱油瓶 甚至在学校也是被欺负凌辱的对象 虽然如此 但朱镜一点都不难过 因为她有一个校草级别的男友 为了使男友更加的离不开自己 朱镜每天都会变着花样 讨男朋友开心 雨天送伞 生日礼物 定时转账 体杯黑锅 每日的爱心蛋糕 甚至包揽了男友整个宿舍的脏衣服 但她完全不知道的是 男友许志阳只是把她当做一个长期保姆 甚至在大街上出了车祸 收到的依旧是男友要借五千块钱的电话 因此为了养这个所谓的男朋友 她只能到处兼职 而她不知道的是 另外一边某高级餐厅内 男友正和学校校花叶飘飘 一边拧闻我弄 一边吃着烛光晚餐 甚至她更不知道的是 她转给男友所有的钱 都被许志阳用来假装富二代 来讨好叶飘飘 但指中就是包不住火 这天在操场溜达的朱镜 却看到了扎心里 只见叶飘飘一边 为男友阿阳把这小男腰 一边朝着自己打招呼 更关键的是 叶飘飘脖子上挂着的摄像机 还是朱镜前不久 送给男友的生日礼物 阿阳 你给我们拍一张照片吧 朱镜终于绷不住了 她回想起了 先前叶飘飘的朋友圈 自己刚给阿阳转占五千 叶飘飘反手 就晒了一个五千元的项链 明明是自己 送给阿阳的草莓蛋糕 却出现在了叶飘飘的手上 明明是自己熬夜为 阿阳整理的论文资料 反手却让叶飘飘 拿了论文比赛一等奖 终于 她狼狈地跑开了 身后 还隐约传来阿阳的声音 这相机是家里的淘汰货 大家别嫌弃哦 这还不算完 傍晚朱镜就被男友约了出来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家里不许我走练 所以 我们的关系 我要你继续保密 说吧 还一脚踢开了朱镜 面对徐志阳永远相同的说辞 朱镜怒了 你就不怕叶飘飘知道 你是假富二代吗 自此之后 徐志阳每天都会做着相同的恶努 骗子 假富二代 滚出我的事件 所以 他必须想个办法 整整朱镜 这天 徐志阳却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事情 为什么这广告牌上的美女 和叶飘飘长得真相 于是 一个邪恶的想法 在他脑洞滋生 紧接着 徐志阳连夜登陆了朱镜的微博账号 他要以朱镜的名义 爆料大家眼中的笑话 叶飘飘是个整容脸 并且还附带了一张 自己提前癖好的 叶飘飘出现在整形手术室的画面 如此一来 把朱镜宁造成一个造谣者 大家以后都不会再相信朱镜所说的话 而徐志阳不知道的是 女神叶飘飘 确实是动过无数刀子的脸 而朱镜也会因为这件事 因火得福 她要拿回属于她的一切 胖妹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手心里居然长出了一双高跟鞋 激动的她二话不说 一脚便蹬了上去 紧接着 两百斤的胖妹就这样变成了清纯女神 看到镜子中素颜多绝美的自己 朱镜知道 这肯定是脚上这双高跟鞋的功劳 于是 她立马脱下鞋子进行验证 果然如她所料 自己又变回了那个两百斤的肥妞 被丑陋的自己吓到的朱镜 急忙又穿回了高跟鞋 真好 不知道用这副面孔 去报复那对渣男烂女会是如何呢 想要同款高跟鞋的姐妹 只需点赞或爱特你的冤种闺蜜即可获得 原来 自己舔了四年的校草男友阿阳 一直在偷偷地和校花叶飘飘交往 因为自己长得丑 不仅成了学校同学集体霸凌的对象 还被校花偷偷约到山顶 然后一脚踹下了山崖 本以为这一切都结束的她 却因为这双神秘的高跟鞋又重获新生 而重生后的第一件事 那必须是复仇 以前所遭受到的不公 她必须要讨回来 学校里 大家都对这位新来的转校生兴趣满满 妈呀 新来的转校生好正点啊 哇塞 女神简直是颜值爆表啊 话说还真是无巧不成书呢 朱镜又被带到了先前的宿舍711 你们好 我是朱镜 看到朱镜如此清纯的长相 之前只会朝她砸香蕉皮的室友 竟突然变了一副新的嘴脸 新室友也太美了吧 很显然 他们并没有认出 这就是以前他们口中的死妃婆 重新回归的朱镜知道 这些人阿谀奉承 都是因为自己的美貌 其实内心和以前一样肮脏不堪 果不其然 正在宿舍做拉伸的谭米尔 立刻就暴露了本性 把朱镜新买的电脑和台灯 都据为己有 朱镜怒了 这么爱霸占别人的东西 也让你尝尝 自己东西被霸占的滋味 于是 第二天篮球赛之前 一粒白色的药丸 被丢进了矿泉水里 随着教练的一声令下 现在是拉拉队表演时间 而另外 一边的厕所里 谭米尔却是拉的站都站不起来 老师 领队突然拉肚子了 老师文言大惊失色 这可是他们土木系 唯一一次展现自己的机会 一旁艺术系领队叶飘飘更得意了 就他们土木系那些恐龙妹 还想跟我们艺术系的比 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声音突然从人群中传来 老师 我来 就这样 大家逐渐沉浸在朱镜绝美的舞姿中 这一刻 朱镜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就连老师都含泪夸赞 这是土木系有史以来表现最好的一次 洗手间内 老师对朱镜 那是嘎嘎一顿乱话 下次一定要记得 来拉拉队报到 05的位置给你留着 这一切 正好被一旁还在拉肚子的谭米尔给听到了 你这个贱人 竟然敢抢我位置 与此同时 朱镜忽然感觉浑身虚脱无力 手心里竟然还出现了一个 一张义和的嘴巴 不仅如此 他竟又变成了以前死肥猪的模样 朱镜大惊 难道水晶鞋失效了 紧接着 终于拉完的谭米尔 正准备对朱镜一顿痛骂 不料眼前的景象 却是他目瞪口呆 朱镜 怎么会是你 这双鞋 这头发 还有今天的衣服 谭米尔一边说着 一边仔细地观察着 果然你就是之前的那个死肥婆 朱镜见状 只能连连恳求谭米尔能放过自己 两人推荡之间 谭米尔看到了朱镜手心里的嘴巴 更加地叫嚣了 朱镜 你这个怪物 我要让你身败名裂 此时此刻 朱镜想起了叶飘飘和徐之阳 还没向他对渣男烂女报仇 自己又怎能止步于此 下一秒 朱镜好像被某种力量控制了一样 大叫着 顾徐总 对着谭米尔就伸出了那只长着嘴巴的手 很快 谭米尔就被嘴巴给吸收了 只留下一个头巾 证明他来过 与此同时 朱镜又变回了原来了模样 他一边用冷水洗脸 一边惊讶于刚才的自己 我刚刚那是怎么了 我怎么会杀人呢 难道要喂饱那个嘴巴 才能维持水晶鞋的作用吗 紧接着 耳边传来了叶飘飘的声音 呦呦呦 臭眉也要有个限度吧 都对着镜子照了半天了 朱镜知道 这讨厌的三人组 此刻肯定是不怀好意 围经之际 还是先离开为妙 但给予表现的跟班小琴 又怎会放过他 伸出右脚就绊了过去 朱镜重心不稳 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三人健壮对着朱镜 就是一顿嘲讽 朱镜 你以后都给我收连点 下次再遇到你 我可没今天这么客气 看着三人离开的背影 朱镜也说出了心里话 叶飘飘 你处处针对我 是因为嫉妒我吧 话说这正好戳到了 叶飘飘的痛子 仰手就要打人 却听到一旁 跟班小琴的咳嗽声 也是 今天这么多人 可不能让别人看到 我叶飘飘这个样子 说罢便 故意甩开朱镜的手 然后自己倒了下去 在大家的注视下 叶飘飘立马装成 可怜兮兮的样子 朱镜 我只是和你打个招呼而已 你不喜欢我 也没必要动手吧 如此一来 既在众人面前 表现了自己的善解人意 又衬托出朱镜的咄咄逼人 真是一时二秒 看着这个白莲花装无辜的样子 朱镜真是要被欺诈了 叶飘飘 看来只能让你 和谭米尔一样消失才好呢 胖妹第一次尝试穿高跟鞋 镜直接从两百斤的肥妞 变成了清纯女神 不料着诡异的一幕 刚好被身后的女同学看到 扬言就要揭穿 她变漂亮的秘密 担心事情败露的朱镜 立马就召唤出了 手心里的嘴巴 三下五除二地 吃掉了眼前的女人 只留下了个头巾 证明她存在过 原来 胖妹之所以能够 一夜之间变成笑花 都是因为眼前 这双神秘的高跟鞋 但是想要一直维持美貌的话 每日都需献击一个活人 给手心里的嘴巴 不想被献击的老铁 狗头护体 或者点赞爱特一个 倒霉蛋顶替 这天 正洗澡的胖妞突然发现 手心里的嘴巴 竟吐出了一个小瓶子 瓶子掉落的同时 竟变得像水晶鞋一般大 上网查了之后 才发现 这是一瓶眩晕喷雾剂 不知道谁会成为 这喷雾剂 第一个宠幸的人 与此同时 一阵熟悉的眩晕感袭来 手心里的嘴巴 也开始蠢蠢欲动了 朱镜知道 这是水晶鞋 快要失效前的提醒 她必须要在自己 变回原形前 找到新的陷阱品 但巧的是 转头她就发现了 两个熟悉的背影 哈哈 真是天主我也 叶飘飘 就先用你这两个 小跟班的诞命 陪你玩个游戏吧 很快 朱镜便找准时机 连喷了三下 前面的两人 也陆续变得晕晕乎乎 然后双双倒在了地上 另外一边 正在有说有笑的叶飘飘 显然还不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真是奇怪 小雨这么晚了 还给我发视频干嘛 不料接下来的荧幕 他们面前的是一个 戴着面具的神秘人 只见他一边点燃打火机 一边说道 只要我点燃这根绳子 你们还能活多久 平日里高傲的两人 都被吓坏了 视频另一头的叶飘飘 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随即 神秘人便把手机 对准了两人 你们两人 谁能说出叶飘飘 最劲爆的秘密 谁就能活 说吧 便开始点燃起绳子的一头 小雨最先开口 叶飘飘不仅做过脸部整形 胸和屁股都是假的 小秦也不甘示弱 叶飘飘她的全有奖学金 都是我帮她作弊的来的 而且 她给许志阳戴绿帽子 私底下和和大有一腿 很显然 第一轮是小秦赢了呢 小雨健壮 赶紧说出了她压箱底的秘密 我亲眼看到叶飘飘 把朱镜砸下悬崖 神秘人文言大惊失色 原来那天 她也在悬崖 但却那样眼睁睁地 看着我被害死 随即神秘人 便把选择全交给了叶飘飘 你的这两个好闺蜜 今天只能活一个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吧 但正所谓 女人不狠 地位不稳 她们两个 可不是我的闺蜜 她们知道的可太多了 我都不会救 虽然叶飘飘蛇些心肠 但神秘人却表示 她依旧不会破坏自己的规则 因为她就想趁此机会 离间她们姐妹 现在 你们谁先割断身上的绳子 就可以先活下来 两人文言 都快马加便地争取机会 但不料这绳子 怎样都割不断 机智的小秦 立刻就想出了个好办法 反手就给身后的小雨 来了个闪电刺 话说还真是可笑 昔日的友谊 尽以这样的方式支离破碎 就这样 小雨倒地 小秦则凭借心狠手 落活了下来 与此同时 朱镜手心里的嘴巴 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看着已经领了盒饭的小雨 水晶鞋 就请你再满足一次 我的欲望吧 女生宿舍里 收到短信的夜飘飘时 一脸的震惊 什么 那个杀千刀小秦 居然没死 回到宿舍后的朱镜 第一件事就是照镜子 果然水晶鞋的作用恢复了 美貌还在 第二件事 就是查看自己抽屉里的道具 很好 嘴巴新吐出的道具字条也还在 他打开字条后发现 竟然是一对账号和密码 纸条的背面也有字 又是一串类似的编码 SJX004 这不禁让他想起了 水晶鞋后面的编码 SJX001 所以 先是高跟鞋001 紧接着眩晕喷雾003 还有现在的纸条004 难道说从嘴巴里吐出的东西 是按顺序编号的 可是 为什么没有002呢 连衣晚会上 朱镜又被夜飘飘陷害 迟到了半个小时 本来以为无法参赛的他 竟遇到了和自己一样迟到的帅气boy 也就是我们本部漫画的男主角 陈彻 朱镜一见到他就惊讶万分 怎么会是他 原来 朱镜那天摔下悬崖之后 正是陈彻救了他 但复仇心切的朱镜 并没有搭理这个男生 就偷偷地离开了 却没想到能再次遇到他 如此一来 两人便凑成了一对迟到的搭档 真是完美啊 连一旁的老师都开始可CP了 连一比赛正式开始 请大家各就位 第一队走出来的是 叶飘飘和徐纸阳 本以为两人已是妥妥的第一名 但终究是比不过我们的主角CP啊 果然是俊男配亮女 台下的众人 瞬间都沸腾了起来 叶飘飘健壮立马不爽了 随即就和自己的小情人和大 使了实眼色 和大兴领神会地 走到朱镜的旁边 然后翘无声息地 往朱镜的水晶鞋下 扔了的小珠子 果不其然 脚下一滑的朱镜 落地就变成了的大肥妞 只要脱下这双高跟鞋 纯情女神 就会直接变成200斤的肥妞 因此 不管是睡觉 还是在洗澡 胖妞十年都只穿这双高跟鞋 但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连一晚会上 朱镜脚下的一颗珠子 却直接使她原形毕露 台下瞬间一片哗然 死肥猪 变态 各种谩骂声不绝于耳 朱镜绝望地喊着不要 但睁开眼睛的一瞬间 刚刚想象的场景 并没有发生 反而眼前是 沉澈帅气的大脸 看到这劲爆的一幕 台下的众人 立刻都欢呼着 男神女神在一起 想要如此贴心男友的姐妹 只需点赞收藏 或者狗头护体 虽然这次危机解除了 但朱镜知道 如果不把刚刚 害自己出丑的河大给干掉 水晶鞋的秘密 恐怕早晚 不会被公知于众 再加上 正好自己手心里的嘴巴也饿了 于是 朱镜立刻实施起了 她的第一步计划 魅惑 俗话说得好 高端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然后以快准狠的方式 对猎物进行猎杀 而此时在酒吧里跳舞的朱镜 恰恰就是掌握了这一点 但在一旁河大的眼里 他就是那只柔弱的猎物 而河大不知道的是 自己才是那只 即将带攒的羔羊 很快 男人就喝得不省人设了 再次睁开眼睛时 他已经被带到了一个 破旧的地下室 而站在他面前的 依旧是那个 戴着面具的神秘人 此时的河大 不仅浑身被涂满了香料 双腿还被一个 两吨重的木头给压着 更可怕的是 对面还有酒之饥饿难耐的恶犬 没等男人开口 黑衣人便发话了 你的身上 现在涂着他们喜欢的香料 而他们 现在已经被恶疯了 但现在 你的右手边有一个道具 或许 他可以帮助你 还有 你不是喜欢直播吗 我这就帮你 话音刚落 还在直播的平台 一解夜飘飘 就被这个连头像 都没有的直播间吸引了 点进去的一瞬间 夜飘飘瞬间被吓尿了 河大 怎么会是你 眼看着一旁的狗子 越来越凶 但面前的木头 却依旧是纹丝不动 河大绝望到了极点 难道真的 要舍弃一只腿吗 随着一阵尖叫声响起后 直播间的人气 直接飙升到了几千万人 对面的夜飘飘 也是含泪看完了整场直播 而他还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 朱镜对他的杀鸡儆猴 原来 先前那个道具纸条上的账户和密码 正是该平台上 一个拥有五十万粉丝的账户 不仅如此 河大和夜飘飘 还都是该平台上 人气排行前五的存在 两人不仅私下有一团 还经常一起联手 在该平台对朱镜进行造谣和侮辱 如此一来 真是善恶到头中有抱呢 伴随着直播的结束 处在地下室的河大 已经变得奄奄一息 这么快就歇岔了 可真是没意思呢 神秘人见状 只好敏为其难的 进行了手伪的工作 伸出手的一瞬间 河大立刻消失不见 只留下了个太阳帽 证明他存在过 宿舍里 做完这一切的诸镜 变得惊慌失措起来 看着手心里的第五个道具 SJX005 他更加的心慌了 刚刚那还是我吗 为什么我的身体会 越来越不受控制呢 思绪不安的他 回想起了以前的种种经历 首先是谭米尔 再是小雨 接着又是河大 内心矛盾的他 一边提醒自己 不要再杀人了 但一边又不舍得 现在的生活 毕竟从室友们的羡慕 极度狠 到成为全校师生的焦点 再到遇见自己喜欢的人 这可是以前的胖妞 做梦都不敢想象的生活 就这样 一番洗脑之后 朱镜又坚定了 走下去的决心 毕竟那对渣男烂女 还没得到惩罚呢 学校食堂内 看着还是这熟悉的三件套 叶飘飘又开始不爽了 话说 怎么又是这两样 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富二代 看到一旁 买了两个草莓蛋糕的陈车 转手就送给了朱镜 叶飘飘更加的来气了 起身就要离开 但不料 迎面却撞上了个帅气的田董 你的鞋带松了 我帮你记下 男人自称是孙雨萱 新来的篮球特轴 叶飘飘一眼就知道 对方是来搭讪的 立马表示结果 但不料男人的一句话 却直接使他停住了脚步 我可以帮你对付朱镜 叶飘飘邪妹一笑 立刻回头表示 那就让我看到你的本事 话说这位孙雨萱 可不是个省心的人物 一来便发现了 朱镜水晶鞋的秘密 看着朱镜走过后 留下的鞋印 SJX001 男人立马就证实了 心中的猜想 果然是个靠道具 活着的女人 看我怎么揭穿你 胖妹第一次尝试 穿高跟鞋 竟直接从200斤的肥妞 变成了清纯女神 不料这诡异的一幕 刚好被身后的女同学看到 扬言就要揭穿 她便漂亮的秘密 担心事情败露的胖妹 立马就召唤出了 手心里的嘴巴 三下五除二的 吃掉了眼前的女人 原来 胖妞之所以一夜之间 能变成笑花级女神 都是因为眼前 这双神秘的高跟鞋 但是想要一直维持美貌的话 每日都需献计一个活人 给手心里的嘴巴 不想被抓走献计的老铁 狗头护体 或者点赞艾特一个 抱霉蛋顶屁 这天 新来的篮球特招生孙玉轩 一眼就发现了 水晶鞋的秘密 恰巧只有赶上了 全班一起露营的日子 因此当晚 她就在朱镜回营的 必经之路上绑了一根绳子 并且还邀请了叶飘飘 来看这场好戏 眼看着朱镜就要摔倒 但却又被一旁的陈彻 给英雄救美了 孙玉轩被气得牙痒痒 但随后 她就又想到了个好办法 这次算她运气好 明天可就没这么走运了 回到帐篷后的朱镜 仔细琢磨着 刚刚发生的一切 莫非是有人知道 水晶鞋的秘密了 与此同时 帐篷外又传来了 室友叶军慧和河辈的声音 令朱镜感到奇怪的是 平日里 只会背后嚼舌根的两位室友 今天居然殷勤地 跑来送牛奶给自己 并且还特意提醒朱镜 要趁热喝 俗话说得好 无视献殷勤 非奸吉道 朱镜立刻将棘就棘地 假装喝了下去 见两位室友满意地离开之后 他又急忙吐了出来 两个虚伪的女人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到底是想干什么 原来 这两人早已经被孙宇轩给收买了 从朱镜那里离开之后 两人就立马向孙宇轩 汇报起了刚刚的情况 放心 牛奶是亲眼看到他喝下去的 还加了很多安眠药 明天他肯定醒不来 到时候 咱俩就可以把他的水晶鞋 给偷出来了 说吧 两个傻蛋还因为 谁先穿这双高跟鞋 而争吵了起来 话说 孙宇轩也正式利用了他俩这一点 临走之时 这个阴险的男人 还提醒他俩保密 但不料 却还是被身后的朱镜给听到了 原来 背后主谋 一直是孙宇轩呢 于是 第二天趁大家都还没醒的时候 朱镜就提前钻出了帐篷 那个男生 就是想让我当众出宠 得让他的计划落空才行 巧合的是 同样早起的 竟然还有男主角陈彻 此时的他 还在苦恼着 到底以何种方式 邀请朱镜一起看日出 才显得不那么尴尬 正好这一幕 被身后的朱镜给看到了 陈彻这家伙 怎么也起得这么早 看来 只能牺牲一下他了 朱镜说罢 便对着陈彻喷了三下 悬晕喷雾 紧接着 男人就优雅地倒在了地上 不一会儿 叶军慧和河辈 也开始行动了起来 两个傻蛋 捏手捏脚地 跑到了朱镜的帐篷前面 凑近一听 一点动静都没有 很好 加了安眠药 肯定睡得跟朱一样 两人说罢 便开始动手 拉开帐篷的拉链 不料 令他俩没想到的事 朱镜不仅没在睡觉 还一脸精致地 和他们打着招呼 与此同时 孙雨萱也带着 一大拨人来看戏了 朱镜一脸的淡定 话说 你带这么多人 是要一起参观我起床吗 孙雨萱见状 立刻惊呆了 难道昨晚的牛奶 被他发现了 但紧接着 又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发现又怎么样 他现在肯定是 穿着水晶鞋睡觉的 只要能让他把鞋子脱了 想到这里 他立马推开众人 一头钻进了朱镜的帐篷 但眼前的一幕 却直接使他目瞪口呆 怎么可能 他竟然没穿鞋子睡觉 终于让孙雨萱 看到了想看的之后 朱镜立刻当着大家的面 把他推了出来 但不料推荡之中 他竟然看到了 这个男人眼睛上的编码 RT001 朱镜瞬间惊呆了 莫非这个男人和自己一样 也是有嘴巴的人 与此同时 一旁的众人 开始纷纷指责孙雨萱 不是说有热闹看吗 我看也没啥奇怪的地方啊 这男人也太没礼貌了吧 把脑袋钻进女生帐篷 叶飘飘见状 也赶紧替孙雨萱化解尴尬 都散了散了 马上就要日出了 虽然成功地解除了第二次危机 但孙雨萱依旧是不依不饶 因为他已经想出了第三个办法 等到他们全都离开之后 朱镜才松了一口气 只见他一把掀开身下的被单 里面竟躺着昏迷的陈车 所以 刚刚孙雨萱看到的那双脚 也自然就是陈车的 很快 陈车便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看到眼前的人竟然是朱镜 陈车只是淡定地翻了翻身 以为是自己在做梦 但听到那熟悉的声音时 陈车便猛地瞪大了双眼 然后直直地坐了起来 没等他开口 朱镜便提前告知他 刚刚你晕倒了 是我把你扶进来的 刚准备道谢的陈车 就看到了自己脚上涂了 红色指甲油的双脚 立马就尴尬地护在了被子下 你不要误会 肯定是我朋友导鬼 我平常不是这样的 该说不说 这可把一旁的朱镜给恶坏了 我当然知道 因为是我图的呀 紧接着 为了感谢陈车的帮忙 朱镜立刻提议 要不我们一起去看日出吧 话说 这也正好合了陈车的心意 但不料 两人刚走到一半 朱镜就发现了自己的不对劲 糟了 水晶蟹又要失效了 眼看着 快要走到看日出的地方 朱镜急忙以自己没吃早餐 滴血糖为油 说要回去找点零食 颠颠肚子 说吧 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但可怕的是 朱镜回去的途中 竟遇到了一只出来密食的大辣条 朱镜被吓得 眼泪都要出来了 本能反应 使他召唤出了手心里的嘴巴 刹那间 辣条竟然消失了 而自己竟然又恢复了美貌 朱镜大惊 难道这嘴巴吃动物也可以 山顶上 朱镜终于可以放下心来 和陈车一起快乐地看日出了 从当初坠下山崖的救命之恩 到风采晚会上的化险为夷 再到刚刚的帐篷中的射角相助 陈车真是一直都在帮助自己 或许自己真的该敞开心扉了 露营结束回学校的路上 一旁打呼的叶慧君 并没有注意到 孙宇轩给自己发的短信 但凑巧却被一旁的朱镜给看到了 没想到这室友叶慧君 竟然还答应孙宇轩回到宿舍之后 继续投水晶鞋 真是虚伪的女人 本来想要放过他俩的朱镜 这下怒火又被成功地点燃了 看来 新的道具也该发挥作用了 女人手心里长了的嘴巴 不料嘴巴竟吐出了一瓶蘑菇 接着蘑菇就出现在了火锅里 女人神秘一笑 蘑菇是特色菜 你俩可要多吃点哦 吃成猪样的两个室友 显然还不知道 这将会是他们的最后一餐 很快 两人就被五花大绑 没等神秘人开口 两人纷纷变得精神失常起来 黑衣人邪魅一笑 看来迷幻蘑菇发挥药效了呢 明明面前只是一盆炭 一人看成了火 另一人却看成了蛇 两人分别沉浸在自己的幻境中 一个锁自己喉 一个拍自己脑瓜子 看着疯癫的两人 黑衣人手心里的嘴巴 又开始兴奋了 但毕竟两位是他的室友 念在往日情分上 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紧接着 朱镜便出现在了后厨里 嘴巴伸出的一刹那 一冰香肉全被一扫而空 但巧的是 朱镜离开的背影 竟被死对头孙玉轩给看到了 因此 刚刚还给叶飘飘沉默过 要搞死朱镜的她 这下又有了新主意 回到家后 脱下水晶鞋的朱镜 立刻又变成了小短腿 紧接着 手机突然传来 何惠君的视频电话 本以为是他俩已经醒了 却没想到 视频那头竟出现了 和自己一样的嘴巴 孙玉轩 一定是他 还得多谢 你给我准备了这么丰盛的美食 我的嘴巴 现在可是非常的饥渴 一阵悉心大法之后 朱镜什么也看不到了 留在原地的 只剩下两副眼镜 挂掉电话的孙玉轩 开心的像个坏人 飘飘 我一定会证明 给你看 朱镜就是朱镜 于是第二天的动员大会上 孙玉轩早早的变来了 找到朱镜的位置之后 他立刻贴上了自己的道具 刚出炉的道具真话贴 一旦贴上 就会情不自禁的 说出自己的秘密 朱镜 你就等着发言的时候出丑吧 这边朱镜刚到 就发现 喜欢的人 静坐在自己旁边 紧张的他 只是小声打个招呼 便急忙坐下了 但不料刚坐下 椅子就传来 吱呀吱呀的声音 你的椅子好像坏了 我跟你换吧 虽然朱镜嘴上拒绝 但还是接受了陈彻的好意 不一会儿 神奇的事情便发生了 为什么突然很想说点什么 看着一旁漂亮的镜 彻哥却一反常态的 开始手忙脚乱 这尴尬的氛围 使我们的女主 也开始紧张了起来 下面有请学生代表 陈彻上台发言 孙宇轩大惊 怎么回事 真话贴怎么在他的身上 陈彻同学 开始你的演讲吧 一分钟过去了 陈彻依旧是 一动不动的站着 连台下的同学 都开始躁动了起来 朱镜也疑惑起来 这家伙是怎么了 突然之间 陈彻拿起了话筒 转头的那一刹那 他只说了六个字 朱镜 我喜欢你 话音刚落 台下瞬间炸锅了 纷纷大叫着在一起 在一起 此时的朱镜 真是既紧张又害羞 其实在你心里 也是喜欢他的吧 不要逃避自己 看着台上 陈彻炽热的眼眸 朱镜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他又开始出现虚影了 朱镜上台 朱镜上台 大家的起哄声不绝于耳 不能在这继续待下去了 说吧 朱镜便急匆匆的跑路了 这个笨蛋 对不起了 陈彻 愣着干嘛 赶紧追啊 与此同时 一旁的孙宇轩 却是看出了端倪 我没有看错 得好好发挥你的作用了 很快 他就追上了朱镜 都这样了 还不找个牺牲者吗 我看陈彻就不错 眼看着朱镜越来越虚弱 男人更加得意了 要是陈彻看到你原本的模样 不知道还会不会理你 说吧 便朝着朱镜吐出了心道具 千军一发之急 赶来的陈彻 竟从后面打晕了孙宇轩 眼看孙宇轩倒地 朱镜终于是暂时安全了 此时的陈彻 还在纠结于刚刚的表白 我也不知道 刚才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做 你别放在心上 我都是开玩笑的 朱镜见状 更加心疼眼前这个男人了 笨蛋 有些话即使不说出口 也都可以感受得到 你一次又一次地帮我 我怎么会傻到什么都不知道呢 但眼看着嘴巴更饿了 他只能赶紧离开这里 次日 朱镜早早就起床了 想起昨日陈彻的表白 又想到先前自己 在徐志阳面前的卑微 或许是被骗怕了 朱镜始终都不敢踏出那一步 但转头就看到了 叶飘飘和徐志阳正在接受效仿 什么样的相处方式呢 我们一般会去图书馆约会 互相督促学习 共同进步 那你们好正能量呢 那对方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呢 叶飘飘虚假一笑 他十分踏实节俭 我觉得是个非常难得的品质 徐志阳也随身附和 他比较真实吧 不会为了漂亮化大浓妆 也不会刻意减肥之类的 就这样 在采访人员离开之后 刚刚还互相赞美的两人 瞬间就甩开了手 叶飘飘满脸不爽 什么踏实节约 抠门要死 还他妈富二代呢 徐志阳也满脸不屑 见钱眼开的女人 要不是你有几分姿色 老子才不理你 这精彩的一幕 正好被朱镜尽收眼底 或许 是时候给你们点教训了 但朱镜这边 还没开始动手 那边就收到了 陈车的视频电话 接通电话的一瞬间 朱镜瞬间就被吓傻了 看到你喜欢的小白脸 这么激动的吗 紧接着 一棍子又结实地 打在了陈车的身上 对方的声音 也是更加的嚣张了 这样是不是更加心动了呢 朱镜大叫着助手 但完全无济于事 他不明白 为什么孙宇轩 总是处处针对自己 朱镜 从现在开始 给你三十分钟的时间 赶到这里 地点我已经发你了 朱镜急心痛又担忧 每次都是自己连累沉沉 面对同样是共生体的孙宇轩 朱镜依旧下定了决心 这一次 他准备坦白所有 无论如何 他都要结束这一切 胖妹第一次穿高跟鞋 竟从两百斤的肥妞 变成了清纯女神 但美貌维持的秘诀 就是每日陷集一个活人 给手心里的嘴巴 不料他变美的秘密 竟被新来的眼镜男一眼识破 为了能当众揭穿这个肥妞 眼镜男甚至拿他的男朋友做威胁 听着朱镜 直走右转 你就会看到惊喜哦 一心想要救人的朱镜 并没有注意到 进门时候的编码 RT002 一进门 朱镜就看到了 被吊在半空中的沉彻 脚下还是满池子的硫酸 不想被扔进油酸池的老铁 点赞加狗头护体 或者艾特一个倒霉的顶替 没等他反应过来 处在中央监控室的孙宇轩 就立刻按下了一旁红色的按钮 小胖妞 现在激动得还太早了 与此同时 徐智阳竟然也从一旁猛地掉落了下来 不仅朱镜感到惊讶 就连孙宇轩一旁的叶飘飘也呆住了 孙宇轩 你怎么把徐智阳也给绑了 眼睛难表面 安抚叶飘飘绑榻 只是为了逗逗朱镜 殊不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徐智阳才是主角 你们身下的水池就是硫酸 时间越久 硫酸浓度越高 朱镜 你只有一次机会 你会选择救谁呢 孙宇轩说罢便暗自打起了小算盘 朱镜肯定不会 去救徐智阳 也就是说 以后飘飘 就是我一个人得了 眼看着硫酸一股股的涌出来 徐智阳被吓得痛哭流涕 反观陈彻 却是让朱镜赶紧离开 听着朱镜 即便是你做了选择 后面肯定还会有无数陷阱在等着你 见朱镜还是犹豫不决 孙宇轩直接手动 加快了进度 一瞬间 两人小腿都被沉入了硫酸池里 朱镜 我只给你十秒的时间做选择 朱镜知道 虽然他此刻很想报复眼前这个渣男徐智阳 但一直以来 被仇恨蒙住双眼的自己 又何尝不是 做了很不错事呢 想到这 朱镜已经有了注意 随着按钮啪的一声摁下 陈彻瞬间掉入到了硫酸池中 朱镜 很高兴这次你做了正确的选择 在陈彻眼睛闭上的一刹那 朱镜也毫不犹豫地跳进了硫酸池中 此时此刻 他的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哪怕是牺牲自己 他也不许陈彻有任何闪失 监控室内 本以为可以借刀杀人的孙宇轩彻底怒了 可恶 居然救了徐智阳 但是朱镜 你以为这个游戏就这样结束了吗 看着朱镜把陈彻也救了上来 他直接摁下了硫酸池的总阀门 你们俩就一起葬身在这里吧 即便如此 朱镜依旧拼命地在往岸边靠近 因为他已经做好 牺牲自己的准备了 陈彻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在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把他推向岸上之后 朱镜的脚已被腐蚀的麻木了 做完这一切的他 显然已经没了一丝丝的力气 只觉得身体被灼烧的好痛 浑身也愈发的僵硬 陈彻 能救你 或许是这副美意的曲强 所做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 眼看着朱镜没了影子 心肌女叶飘飘 却还不死心 我要亲眼确认 她是真的消失了 说吧 孙雨萱便走在了前面 终于 该我们登场了 刘酸室内 看着渐渐浮上来的血色 陈彻悲痛欲绝 可她一直坚信着 朱镜没有死 但身后没良心的徐之阳 却在劝她赶紧离开这里 与此同时 孙雨萱和叶飘飘两人 也抵达到了现场 此时的傻蛋徐之阳 还以为飘飘也是被绑来的 但不料发现 竟是两人一起合伙因自己 徐之阳被气得咬牙切齿 刚伸出手要打 却被眼镜男一脚奔在了地上 真是没想到 朱镜竟然会救你 只可惜了 我给她准备的另一份惊喜 随着手心里遥控器的摁下 上方竟凭空出现了一个铁笼子 然后死死地罩住了徐之阳 突然之间 扶上来的竟只是朱镜的水晶鞋 她更加的难过了 反手就把孙雨萱奔在了身下 孙雨萱 你这个杀人选手 一拳都打下去之后 孙雨萱眼镜掉落的同时 陈彻竟当场愣在了原地 就连一旁的叶飘飘也目瞪口呆 天哪 你不就是那天跟踪我的猥琐男吗 原来孙雨萱和朱镜一样 都是靠道具维持美貌的共生体 只不过 她的道具是眼镜 重点是 在此之前 她已经疯狂暗恋了叶飘飘十年 不仅每天会偷偷跟踪叶飘飘 还一直把徐之阳当作情敌 甚至承诺 会为叶飘飘做任何事情 哪怕是付出生命 堪称舔狗戒的天花板 一次偶然的机会 使她得到了这副眼镜 于是立马以篮球特招生的身份 接近了叶飘飘 并且一直暗中帮助叶飘飘 包括这次绑架陈彻和徐之阳 本以为会借朱镜之手 干掉情敌徐之阳 却没想到徐之阳竟然得救了 孙宇轩擦了擦掉落的眼镜 变得更加凶狠了 既然都被你们看见了 那我也不需要再继续遮掩了 反正 你们都逃不出这个屋子 眼睛戴上了一刹那 她又便回了那张帅气的脸庞 飘飘 你永远都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我不会伤害你的 说吧便拿起了水晶鞋 对了 还有另外一个惊天秘密 要告诉你们哦 只要戴上这副眼镜 猥琐老男人 直接变身为高富帅 凭借这副样貌 男人直接追到了暗恋十年的女神 叶飘飘 可就在此时 猝不及防的一个拳头 直接把她打回了原形 叶飘飘满脸震惊 原来你就是那个 一直跟踪我的猥琐男 男人健壮 毫不惊慌 眼睛一戴 谁都不爱 不想被猥琐男抓走的老铁 点赞狗头护体 或者艾特渊种闺蜜顶替 飘飘 现在我手里的这双水晶鞋 和刚刚的眼镜一样 都是能变美的道具 你难道不想拥有吗 说吧 她便注意到了 本来该有编码的水晶鞋 后面竟然是光滑无比 一瞬间 孙雨萱仿佛明白了什么 与此同时 一旁的门也被打开了 看到进来的人之后 孙雨萱脸都绿了 但身后的陈彻 却是又惊又喜 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下一秒 她便紧紧地抱住了朱镜 镜 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 原来 在到达这栋大楼的时候 朱镜恰好得到了第七个道具 二重生药丸 也就是说 只要吃下这颗药丸 你就会拥有一个 和你一模一样的二重生 然后就可以让你的分身 为你做任何事情 因此 刚刚跳进硫酸池 去救人的朱镜 只是她的一个分身而已 得知真相后的孙雨萱 被欺诈了 一旁的叶飘飘 更是气急败坏 朱镜 我不信 这次你还能再次逃脱 说罢便 直接准备把朱镜 推进硫酸池内 但刚好凑巧被陈彻看到 猛地搂住了朱镜 把朱镜揽入了怀里 坏蛋叶飘飘 却因重心不稳 刚要摔倒 就又被朱镜一把拉回 然后 嘴里被塞入了不知名物体 孙雨萱 如果是她 可以支援你吗 眼镜男见状终于害怕了 只能被迫答应朱镜的要求 放掉了徐志阳 并且还打开了这间房子的出口 紧接着 叶飘飘便开始变得疯疯癫癫 三人刚准备离开 没想到孙雨萱又开始左腰了 按钮按下的一瞬间 周围瞬间显现出了道具编码 RT002 朱镜大惊失色 原来 他们一直都处在孙雨萱的道具里 这里是我的地盘 你们一个都别想离开 看着手心里饥渴的嘴巴 孙雨萱又想到了个好主意 陈彻 你还不知道吧 站在你面前 这个完美的女人 以前可是一个又胖又丑 到处都被人唾弃的朱镜女 她之所有拥有现在的美貌 都是那双水晶鞋所赋予的 她和我一样 都是这样的 看到这可怕的一幕 徐志阳直接被吓晕了 面对孙雨萱 一遍遍的嘶吼声 朱镜变得惶恐不安 但她心里清楚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紧接着 手心里和徐志阳一样的嘴巴 也露了出来 这意味着 再不喂饱她 她就会直接在喜欢的人面前 变成胖妞 终于 朱镜转过了身 这一次 她决定坦白所有 我承认 我喜欢这副曲巧 我很后悔 为了留住她所做过的那些错事 当我感受过温暖 便再也不想回到黑暗中去 但我想象的正常人那样 生活在阳光下 就算是再大的惩罚 我也坦然接受 眼看着朱镜越来越虚弱 眼睛男无比得意 没想到水晶鞋 这么快就失笑了 朱镜 这就是你不吃活人的后果 很快 朱镜便渐渐地恢复成了 胖妞的样子 陈车 你真的不打算回头看一眼 这个你心爱女人的 真实面貌吗 此时的陈车 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 但身后的朱镜 却祈求她不要回头 即便是领盒饭 她都不愿意让喜欢的人 看到她这副丑陋的模样 胖妹第一次照镜子 直接秒遍美女子 只因她穿上了这双鞋子 从此胖妹人见人爱 鸟见鸟呆 男人见了都离不开 甚至笑草及男友 也甘愿为其跳下火海 但不幸总有一天会到来 她竟当着男友 以及众人的面 又变成了那个死肥宅 臭小子 你敢回头看看 你身后心爱女人的真面貌吗 胖妹无脸转身 眼泪夺眶而出 但不料 男人直接握住了她的小胖手 我从来没有在意过你的面容 从悬崖底救下你的那一刻起 我什么都知道 胖妹震惊的像是胖妹 既然你知道所有 肯定后悔那天救了我吧 男人淡定的像是男人 我是后悔 后悔只是将你从悬崖下救了回来 却没把你从真正的悬崖边拉回来 我明明知道 你努力过 挣扎过 却还是让你被仇恨掌控 越险越深 如此一顿狂风乱炸 试问 哪个姑娘不想嫁 赶紧点赞爱特闺蜜好友 才能把小哥哥拘为己有 胖妹终于鼓起勇气 问出了她心中的第一百个问题 如此丑陋的我 你依旧可以接受吗 诸敬也好 诸敬也罢 不管你变成什么丑样子 都是我心中的宝贝 我想陪你度过一年四季 只要你愿意 嘎嘎一顿表白 反派听了都直呼厉害 眼镜男随后摁下遥控器 一瞬间 四周的墙壁都拥了过来 糟了 再这样下去 早晚都会被困死在这道具密室里 眼镜男邪美一笑 我掌握着唯一出口 你们就等着话为乌有 该说不说 这时候还在封店的夜飘飘 却成了神助攻 关键时刻 他竟然把眼镜男 看成了死对头朱镜 丑八怪朱镜 去死吧 等到眼镜男意识到不对劲 已经为时已晚 朱镜一脸震惊 话说 这真是白送的晚餐呢 与此同时 他又变成了那个大漂亮 可已经发誓 永远都不再吃人的他 又开始责怪自己了 这种时候 就该我们的撤哥登场了 孙雨萱 已经彻底被那个东西控制 肆无忌惮地 伤害了很多人 你不用自责 这是他应有的结局 房间内的结界 已经消失了 我们要尽快离开 与此同时 房顶开始发出咔哒的声音 沉澈见状 立刻拉住了朱镜 本来不知道怎么走出去的他们 竟意外看到了一扇发光的门 此时的夜飘飘 依旧是疯癫状态 终于在房屋倒塌之前 四人顺着提示门 跑出生片 随着身后的一声爆炸 四人纷纷倒地不起 唯有撤哥撑了起来 但眼前的一幕 直接震惊了他八百年 朱镜 你的鞋子 回过神的朱镜 也是目瞪口呆 腿还是那条眉腿 手上的嘴巴 也消失不见 怎么会这样呢 机灵鬼陈彻 一看就明白了所有 真是太好了 朱镜 你以后就再也不用受 这个嘴巴摆布了 朱镜文言 真是有惊有喜 难道我以后 真的不用穿高跟鞋 就可以维持这副美貌了 解决完一切的朱镜 又问出了第一百零一个问题 陈彻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 你会支吓我的一切 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 这出好戏 果然没让我失望 没有了水晶鞋 竟然还可以继续维持美貌 朱镜 期待我们稍后的见面了 次日一早 朱镜宿舍就来了一位新使用 趁朱镜不在 女人立刻就想试试她的水晶鞋 不料这刚穿脚上 就开始东挡西歪 听到呼喊声的朱镜 打开门之后 发现竟然是先前和自己 一起在蛋糕店做兼职的小飞 小飞 你怎么在这里啊 粉发女自称是新来的室友 第一天搬进宿舍 而刚刚也只是不小心滑倒 机智的朱镜一眼就看出 肯定是她动了水晶鞋 但也只是看破不说破 粉发女听说 朱镜要在暑假去海边做兼职 撒娇似的说自己也要去 于是第二天一早 两人便来到了海边的一家饮品店里 话说这已经脱离水晶鞋好几天了 也没啥事 还有这新道具用来做首饰 也挺好看的 热情的店长还给两人 一人准备了一瓶棱蜜 其次 朱镜还注意到了 放在桌子一旁的相册 相册中是店长的女儿 请大家先记住这个女人 有用 不一会 店里就来了新客人 哈罗 学姐 你好 我叫陆克 也是清源大学的学生 没等朱镜开口 帽子男就开始调侃 话说 你们俩今天穿的 不会是情侣装吧 两人文言只能尴尬一笑 老实交代 静姐该不会已经是 你的女朋友了吧 此话一出 彻哥也只是尴尬的转移话题 陆克 我好像听见队长叫你了 现在可是轮到你值班了 原来 两人是来做沙滩救生员的 不得不说 这路可以走 暧昧的掉到蹭一下的 就上来了 两人都变得手足无措 可可巴巴 还得是我们彻哥主动 听说最近沙滩上 总是有人莫名其妙的失踪 你要注意安全 说吧 便拿出了一个红宝石项链 结果项链的诸镜 第一反应就是在哪里见过 但突然又看到了项链后面的编码 DSXL001 所以说 这个项链的主人和我一样 也是有嘴巴的人 看着项链越来越眼熟 朱镜终于想到了什么 这个项链和店长女儿脖子上的项链 是一样的 也就说 这是她的初始道具 没有了这个关键道具 就算她吃再多的人 也无法变身为完美皮脉 亦或许 她已经和自己一样 不需要依靠初始道具 说吧 朱镜便联想到了游客失踪事件 难道都是被这个女人给吃掉了 彻哥还是一如既往的宠蜜 不要这么紧张啊 更危险的事情 我们不也一起经历过了吗 晚上我和陆可带你到处转转 放松下心情 顺便熟悉下环境 朱镜呀朱镜 你可有点出息吧 为什么每次和她接触 心都会跳得如此之快呢 不一会儿 这个项链就被粉发女体看到了 奇怪的是 她不但不惊讶 还露出了邪恶的表情 项链卷在她的手里 证实了一十二秒的好机会 说吧便悄悄地给某人发起了消息 还附带着朱镜的照片 你的项链在她手里哦 大家猜猜 这个粉发女是什么来历呢 女人第一次戴项链 竟直接由雀斑丑女 变为了高冷女神 但美貌维持的秘诀 就是每天献祭一个活人 给手心里的嘴巴 因此 不管是她的朋友 还是看视频不点赞的小可爱 多被她抓走 献祭给了嘴巴 这天 粗心的她 竟然把自己的变美项链弄丢了 不过好在还是让她发现了 拿走项链人 没错 应该就是在那个包里 趁两人不注意 女人立马就冲上去 抢走了包包 完全不管不顾 身后小哥的追赶 但令她感到奇怪的是 包里翻了个底朝天 都找不见自己的红宝石项链 请问 你是在找这个吗 紫发女被身后的声音吓了一跳 果然先前那个叫 晴雨纷飞的ID 给自己发的消息是对的 项链就是在她的手上 紫发女立刻摆出一副 可怜巴巴的样子 要求朱镜能够 把项链还给她 项链可以还给你 但是你必须告诉我 最近失踪的游客 是不是跟你有关 原来 紫发女为了可以不断地维持美貌 吃光了附近所有的游客 眼看着事情要败露 她直接朝朱镜扔出了一个炸弹 以为叫巴比皮尔的朱镜 却发现 晴彻竟然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该说不说 就算是这种时候 晴彻依旧是温柔大男孩 静 对任何人都要有所防范呀 随即男人便倒在了朱镜肩上 与此同时 朱镜手中的项链也随之滑落 抓过项链的紫发女 立刻就迫不及待地戴上 刹那间 她又变成了那个傲慢冷漠的样子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我的秘密 那我也没必要让你们活着离开了 说吧就伸出了手心里的嘴巴 与此同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竟在她的身后响起 臭丫头 你在这里干嘛 原来 来的人正是紫发女的老爸 紫发女见状急忙藏起自己的嘴巴 爸爸独自把你拉扯大 让你吃了很多苦 后来生活好了 你要整容 要搬家 多依你 如今你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这条 你从不离山的项链吧 紫发女文言大惊失色 原来 爸爸一直都知道 朱镜文言也立刻劝子发妹 能够回头试案 表示自己和她一样 都是被嘴巴操控的人 但只要能控制自己的欲望 放弃吃人 就不会越陷越深 本以为这紫发妹 能够回头试案 却没想到 换来是变本加厉 既然你和我一样是共生体 正愁找不到同类 吃了你以后 我就可以永远维持美貌了 说罢便 直接朝着朱镜伸出了嘴巴 刹那间 朱镜立刻松开了手上的道具 猛的一扔 直接捆住了紫发女 一旁看到舌头的爸爸 虽然被吓坏了 但依旧在不停地劝阻紫发妹 丫头 快醒醒吧 你看看 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不要再犯错了 贱女儿依旧是执迷不悟 男人无奈只好 把嘴巴对准了自己 一瞬间 紫发妹的爸爸消失不见 紫发女崩溃大哭 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人 朱镜见状便收掉了 缠在紫发妹脚上的道具 只留下一句 别辜负你父亲的牺牲 之后就离开了 一瞬间 失去唯一亲人的紫发妹 仿佛明白了什么 直接把手对准了自己 等朱镜意识到的时候 就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保释项链 画面一转 陈澈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回想起最近经历过的一切 现实孙宇轩 赖世紫发妹 朱镜知道 自己身边总是危机四伏 所以让陈澈陪着自己 只会给她带来更多的伤害 说吧 朱镜便松开了陈澈的手 也许 只有让陈澈离开自己 她才会更加的安全 恰巧这一切被小飞看到 朱镜 你还真是命打 说吧 便给某人发起了信息 沙滩边暴露的共生体已经解决 需要找人解决朱镜吗 原来 是由小飞刚搬到朱镜宿舍的时候 她趁朱镜上厕所的时间 偷偷打开过朱镜的小柜子 这不打开不要紧 一打开 竟然发现了朱镜的惊天秘密 这个面具 还有这件斗篷 瞬间是小飞想起了 先前她和小雨 一起被黑衣人捂花大绑 头上被浇汽油的事情 本来小飞 这次便没回来 就是为了 找出这个神秘人 替自己和小雨报仇 却没想到 这个人一直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因此 先前和子发妹 透露红宝石项链消息的 也正是小飞 本想着借子发妹之手 除掉朱镜 却没想到 这次又被朱镜给逃脱了 直到整个暑假过去 朱镜就再也没去探望过陈车 随着新生提前入校训练 朱镜也开始为新学期 忙碌了起来 叶飘飘还是和先前一样 专横跋扈 身边也换了新的小跟班 但她完全忘记了 先前在密室里发生的一切 话说 这个孙雨萱 到底死哪里去了 不是说要一起报复朱镜的吗 而和陈车的再次见面 是在新学期的选修课上 你也来选课吗 我和你们一起吧 朱镜本想关怀一下 陈车先前的伤势 但想到自己已经下定决心 让陈车远离自己 于是招呼都没打 就直接进了教室 面对朱镜的爱达不理 我们的彻歌 还是一如既往的大暖男 嘿 听说了吗 新开的生命科学 这门课 教授简直率爆了 而且老师的脾气也很好 小飞文言也赶紧找到 生命科学这门学课 但不料 老师的名字 竟直接让他目瞪口白 秦业 应该不会是他 一定是我想多了 就这样三人一起报了 生命科学这门学修课 很快 小飞一个月前给某人发的 要除掉朱镜的消息 也有了回应 可回复却是 暂时不要有任何动作 等我指示 见此状况 小飞邪眉一笑 随即便退出了当前账号 秦与纷飞 然后重新登陆了一个新的账号 你不想动吧 我自然有其他办法 这边 从厕所出来的小飞 很快就又收到了新消息 消息提示 您发布的新任务已被接受 小飞更加的得意了 朱镜 这一下又有好戏看了 意外掉下山崖的胖妹 竟获得了减肥道具水晶鞋 变身为笑花的她 逐一对欺负过自己的人 展开了报复 但不料 新来的是有小飞 不仅知道她的所有秘密 还和她一样拥有特殊道具 为了报复胖妹 小飞又精心为朱镜 准备了一场好戏 我朋友说 最近网上很火的兄妹 CP要办一场party 两天一夜 咱们一起去吧 陆可文言就喜上眉烧 是Coco女神吗 健健 我们一起去见女神小姐姐吧 就这样 没有任何防备的朱镜 成功掉入了这场陷阱之中 但擅自行动的小飞 完全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小心思 已经被附近的某人 给镜收眼底 真是只不听话的小猫 回家了 还得再敲打敲打 第二天一走 派对的主角女神Coco 和她的哥哥Vicky 就率先登场了 随后 朱镜和小飞 也纷纷以新装备亮相 此时不仅是陆可 就连我们的撤哥都破防了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从哪里夸 静姐 女神签名好不好 不得不说 这也正好合了朱镜的心意 毕竟她现在能为陈车做的 就是让陈车远离自己 不再陷入危险 于是 朱镜爽快地答应了陆可的请求 只留下我们可怜的撤哥 在一旁失落了起来 一旁的小飞 还不忘挑拨离间 你喜欢朱镜吗 但我看她最近和陆可走得挺近的 撤哥一脸认真 只要是朱镜的选择 我都支持 天哪 有这种无条信任你的男友 姐妹们还犹豫傻 画面一转 朱镜和陆可在泳池找了一圈 都没找到Coco女神 无奈之下 只能挨着房间 一间一间的寻找 终于在一间休息室内 虽然没找到Coco女神 但找到了Coco随身携带的娃娃 静姐 这个娃娃好精致啊 朱镜二话没说 就拿起娃娃观察了起来 但下一秒 她就被惊出了一身冷恨 因为这个娃娃 并不是普通的娃娃 她的额头上竟然有鞭码 朱镜恍然大悟 既然这个娃娃是Coco的道具 那么这次聚会的最终目的 或许就是捕食 所以说 现在外面的大家都很危险 与此同时 朱镜手指突然传来了一阵钻心的疼怒 娃娃也瞬间掉落在了地上 静姐 你怎么了 朱镜也很奇怪 自己怎么会被一个不锋利的娃娃给割伤呢 但比起这个 她更加担心外面沉澈的安全 紧接着 朱镜就把娃娃放回了原位 并急匆匆地离开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 经过穴子的瘟养 娃娃竟然像是有了生命一样 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还悄无声息地 变成了她自己的模样 她更不知道的是 这正是小飞为了干掉她 而设下的一个局 从娃娃被唤醒的那一刻起 游戏就已经开始了 终于到了晚宴的时间 换好礼服的朱镜一出门 就看到了 小飞在和VP在商量着什么 奇怪 这两人待在厨房里干嘛呢 转头就看到了 朝自己打招呼的路口 静姐 你再玩一些 这些美味的甜点可都不剩了 就在大家都在品尝着 这些甜点的时候 朱镜竟一反常态地 觉得很冷 好像这股寒冷 就只是针对她一个人似的 诡异的是 另外一边厨房的冰柜里 那个娃娃 竟然又变成了朱镜的模样 甚至身上都还结了霜 终于等来了今晚的主角 Coco 大家好呀 很开心 大家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 看她一脸傻白甜的样子 朱镜疑惑了 她真的不是共生体吗 她看起来是那么的单纯美好 随着大厅内灯光的熄灭 一个银发男子 推着蛋糕走了出来 妹妹 成年快乐 赶紧许个愿望 哥哥都会帮你实现的 不知怎地 朱镜觉得越来越冷了 为什么其他人都没事 难道共生体这次的目标 是我自己 意识到不对劲的朱镜 立刻打算离开这里 不好意思啊大家 我有些不舒服 先回房间了 一旁的彻哥 也察觉到了朱镜的异常 急忙要送朱镜离开 但却被朱镜一口回绝 陈彻 这种时候 离我越近 你就会越危险 画面一转 朱镜就回到了房间内 以防万一 他还拿出了孙雨萱留下的 道具盒子 果然如他所料 房门竟然在此刻 被别人打开了 朱镜惊恐地坐了起来 怎么会是你 另外一边 自从朱镜离开之后 彻哥一直表现的 都是心不在焉 静 他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他身体周围异常冰冷 说吧 陈彻便提出要去看盘朱镜 一旁的陆可文言 也要一起去 却莫名其妙地 被小飞给拦住了 虽然小飞表面提醒 陆可不要去当便灯泡 实则是担心 陆可会坏了自己的好事 这边 正在寻找朱镜的彻哥 突然就觉得头昏脑胀 为什么最近 总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画面 在脑海了 一瞬间 那些陌生的画面 竟呈现在了沉澈的眼前 画面中的女主角 正是朱镜 并且 她在经历着某种危险 彻哥隐隐觉得很不对劲 难道这些画面 是正在发生的吗 女人把手指划破 然后 把血滴在了娃娃的额头上 没想到下一秒 娃娃就变成了她自己的模样 殊不知 她已经被娃娃给诅咒了 不想变成娃娃的 赶紧爱她闺蜜 躲进安全屋 果然通过娃娃 就可以控制你 现在那娃娃 已经被我放进了冰箱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被动猛了 那正好可以 轻而易举的解决掉你 说吧 男人就放出了自己的嘴巴 就让我们速战速决吧 但令男人感到震惊的是 嘴巴竟然吞噬不了这个女人 凑巧这一幕 也被另外一边的小飞给看到了 可恶 为什么还是没办法吃掉朱镜 此时此刻 屋内的尖叫声 被门口的陈车给听到了 再加上房门怎么都打不开 陈车知道 朱镜肯定是陷入了危险 无奈之下 车哥只好从阳台跳了进来 喂 你最好赶紧放开她 但看到男人是VP时 陈车都被惊呆了 陈同学 你怎么从阳台过来了 刚才看见 她晕倒在门口 我准备带她去医院了 接过朱镜后 陈车更在担心了 进 你的身体 怎么会这么变 紧接着 陈车便想起了 先前自己脑海里出现的画面 直觉告诉她 VP肯定有问题 现在 你把你的双手摊开 我就相信你说的话 发现已经被看穿 VP也不再隐瞒 解开头上的初始道具 便朝着陈车扔了过去 铃铛破裂的一刹那 一堆不明液体 洒在了陈车的衣服上 但令陈车感到奇怪的是 这个家伙没了初始道具 竟然依旧可以保持容貌 很显然 这个男人也吞噬过同类 眼看着VP就要打开杀箭 陈车急忙用刀子刺了过去 奇怪的是 明明是VP握住了刀子 然后感受到疼痛的 却是陈车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原来 这正是刚刚那个发家道具的作用 一伤 只要是发家主人受到的伤害 都可以转移到道具使用者的身上 怎么样 陈车 就问你疼不疼 另外一边 结束派对的Coco还在抱怨 哥哥真是的 一眨眼功夫 人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让我一个人招呼客人 忙得连一口东西都没吃 本想着能在冰箱里 找点能吃的东西 却没想到 看到冰箱里的娃娃之后 Coco瞬间呆住了 娃娃怎么会变成 那个那个姐姐的样子 可是哥哥上次明明答应过 不再吃人了 身后的铁粉路壳 仿佛也察觉得到了不对劲 想要上前询问 却被Coco搪塞过去了 原来 Coco在五岁的时候 曾经被坏蛋绑架虐待过 等到找到的时候 她已经变得伤痕累累 从那时候开始 哥哥Vicky就开始痛恨这个世界 发誓要让这个世界 为妹妹失去的纯洁陪葬 一直到现在 她都在尽其所能地守护着妹妹 颅脑损伤 深度昏迷 肋骨骨折 遭虐待侵犯 她那时候才小学啊 不过 多亏了嘴巴吐出的生命绑丁水 我妹妹现在才能健康地活着 陈彻文言更加震惊了 但同时她又发现了 朱镜的体温竟然在慢慢恢复 围经之际 就是先为朱镜拖延一些时间 你把道具作用在Coco身上 你这样只是自欺欺人 Coco知道她痊愈的方式吗 这好像正戳中了男人的痛处 大叫着让陈彻闭嘴 随即就露出了更加邪恶的表情 然后把刀子对准了自己 来点更刺激的吧 刹那间 身后的门被突然打开 哥哥 不要啊 你明明答应过我 再也不会伤害任何人 可这个娃娃又是怎么回事 不得不说 这Vicky还真是个妹孔 一看到妹妹就变得温柔似水 趁她回去安慰妹妹的间隙 朱镜赶紧告诉陈彻 这个房间已经被孙宇轩的 道具盒子覆盖了 遥控器摁下的一瞬间 朱镜和陈彻两人一起 顺着一旁的门逃出去了 只留下Vicky和Coco两兄妹 在原地猛逼 终于轮到朱镜反击了 比这个房间降降温 让你们也来感受下 这股夏天的凉意 哥哥 房间开始变冷了 怎么办 我们要被冻死在这里了 即便是这种时候 Vicky依旧满眼都是妹妹 别担心 Coco 哥哥不会让你受伤的 紧接着 Vicky便拿出了证据 朱镜 Coco是无辜的 你放我们出去 我就告诉你 是谁想要你死 其实 即便是这个男人不告诉他 朱镜也知道 害自己的人就是小飞 此时此刻 他只知道 不能让Vicky再出去 伤害其他人了 姐姐 是不是假如我哥哥 没有了那个嘴巴 你就可以放他走 朱镜闻言很是震惊 难道他知道 怎么摆脱嘴巴 Coco说吧 便捡起了地上的小刀 然后拉住了一旁 哥哥的手腕 哥哥 等我睡着了 这次就不要再叫醒我了 随后便朝着 哥哥的手心扎了过去 一声惨叫声响起后 朱镜赶紧查看起 陈车的手心 Vicky的伤眉 转移到你的手上 陈车也察觉到了 不仅伤眉转移 衣服上的印字也没有了 应该是道具的时效到了 突然之间 朱镜又开始出现了虚异 这种熟悉的感觉 使他觉得非常不妙 难道吃掉了同类 也不能永久地维持美貌 并抛逝在荒郊野外 但不料18年后 竟变成顶流明星 出现在了大众舞台 而这一切的原因 都归功于女人哥哥 手心的嘴巴 正是嘴巴吐出的蓄名药水 才能使女人 一直活到现在 但此时 男人竟被手心里的嘴巴控制 死死地缠住了妹妹的脖子 不想被嘴巴吃掉的 赶紧点赞 躲脱保护 躲进安全屋 哥哥 从小你一直都守护我 现在我只希望 可以用我的命 换回你的善良 感受到妹妹的眼泪 朱镜 趁我现在还清醒 快救救我的妹妹 求求你 快杀了我 见此状况 朱镜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毕竟她向自己承诺过 再也不要吃人了 可是Coco现在命悬一线 看出朱镜的进退两难 彻格立刻安慰起来 静 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 下一秒 朱镜伸出了手心里的嘴巴 然后一把对准了Vicky 就这样 Vicky微笑着 消失在了大家的视线之中 没有了各个生命药水的庇护 Coco又陷入了最初的浑水 为了防止这个通感娃娃 落入坏人的手中 朱镜觉得 还是先替Coco保管着最好 而Vicky留下来的手机 或许能找到更多 关于共生体的线索 之后 两人联系了Coco的家人 希望她 可以在将来的某一天 恢复意识 但就在两人离开之后 坏蛋小飞竟然又来了 真是废人一个 还是没有干掉那个死猪精 以为Coco也是共生体的小飞 急忙把Coco给吸收了 看来 我也可以摆脱出这道具了 然而 堂王补偿黄雀在后 回到家的小飞立刻迫不及待的 摘下了自己的初始道具法家 但事情远远没有 她想的那样美好 可恶 Coco竟然不是共生体 朱镜吞噬了Vicky 真是又便宜了她这个贱人 过去的悲惨经历 又出现在了小飞的脑海中 友情 在我的生命中 她的确存在过 绽放时 就如同这烟花般炫烂 逝去时 亦如同这烟花般意识 但生命仅此一辞 就算为此自私了 那又怎样 后来 我也曾小心翼翼地选择 我已经回不到过去 贱人 贱人敢背叛 我去帮朱镜 你去死吧 飘飘泼在我脸上的硫酸 彻底撕裂了 这份友情虚假的面具 然后一切丑恶的现实 呈现在了眼前 所以 这一些都是因为你朱镜 你毁了我的友谊 毁了我的人生 放心吧小雨 我会连你的那一份 一起向他们讨要回来 新学期 朱镜也添了两位新室友 小宁和默默 但就在宿舍私人 一起去吃午饭的时候 默默身后 竟然出现了一个变态男 正在偷偷地拍照 当猥琐男 越拍越近信的时候 突然被一旁的男人 抓住了手 你有病吧 做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经过这么一闹 围观的人都知道了 猥琐男偷拍的事情 变态男 见事情不妙 也赶紧偷偷溜走了 原来 这个男人正是他们 选修课生命 和科学的代科老师秦业 男人一把捡起了 变态男掉落的手机 然后就交给了宿舍 大姐大默默 你们下次可记得 要小心一点啊 话音刚落 室友小飞 就立刻被过了身 完了 这个声音是她 她真的来了 本想借此逃过的小飞 却没想到 还是被男人给发现了 谢小飞 好久不见啊 朱镜文言 也是大吃一惊 你们两个竟然认识了 而此时的小飞 变得更加反常了 好像是在害怕着 什么东西一样 画面一转 朱镜便打开了 先前Vicky留下的手机 看着聊天记录 想必这个和Vicky聊天的账号 应该就是小飞了吧 朱镜 到现在还是无法接受 连一直信赖的小飞 也是供生体 还一直想着她与死地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小飞到底是谁呢 她又怎么会知道 自己也是供生体呢 终于迎来了 新学期的第一堂选修课 因为吞噬供生体 并不能永久地摆脱水晶鞋 所以朱镜觉得 还是穿回她比较放心 这边 陈车看到朱镜穿水晶鞋 还跑得这么紧 又开始心疼了 朱镜一见到陈车就提醒她 要注意远离小飞 毕竟小飞是供生体 看来同学都到齐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枣类通过光合作用 为真菌提供有机物 真菌可供给枣类水和无机盐 二者生活在一起 满足对方的欲望护利 这种营养方式 就叫供生 就这样 很快就到了同学们的 自由活动时间 看着身边手拉手走过的小情欲 彻哥真是除了羡慕 就是嫉妒了 不过这就尴尬了一旁的朱镜了 话说 这又不是没和陈车独处过 也决定了 要和她保持距离 可是为什么每次面对她 依旧紧张的 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况且 她一直都在努力守护着我 或许 我应该听从自己的心的声音 去回应她 话说 刚才她让我和小飞保持距离 难道是吃错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更主动一些呢 好想牵她的手 一辈子守护她 就这样 在两只手靠近了一刹那 朱镜瞬间倒了下去 此时的两人 就像是陷入了另外一个时空 刹那间 陈车急忙抱紧了朱镜 就这样 两人被带到了一处小屋内 再次睁开眼睛时 朱镜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 怎么回事 刚才明明还在石阶上 朱镜 眼前的这个情景 还有这刺鼻的汽油味道 是不是很熟悉呢 有没有让你想起什么呢 朱镜虽然害怕 但首先 还是询问陈车的下落 别担心 她就在隔壁的屋里 你们俩今天只能活一个 这句话还记得吗 朱镜闻言目瞪口呆 难道 紧接着 神秘人就摘下了她的面具 眼前的一幕 直接把朱镜吓梦了 小飞 你的脸 好好睁大你的眼睛 看清楚站在你面前的人 到底是谁 发卡被戴上了一刹那 朱镜更加震惊了 天哪 你竟然是小秦 是啊 都认不出来了吧 因为你 我亲手杀小玉 甚至和叶飘飘决裂 变成那复丑样子 不过现在 该你偿还的时候了 只要戴上这个发卡 无敌丑女 就立刻变身为疯批女神 但不料 这诡异的一幕 正好被对面的女人给看到了 为了报复她 红发女不禁把她绑了起来 还在其周围 洒满了汽油 我会在屋子外面 亲眼看着你 娇好的容貌被烧毁 然后活活被烟枪死 火柴被扔下的一瞬间 大火瞬间在朱镜脚下蔓延 提醒一下 屋子应该半小时内 就会被彻底烧毁 朱镜 我一定要你感受下 被大火烧死的感受 不想被火灾毁容的 赶紧点赞狗头保护 躲进宝烟屋 粉发女说完 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此时 隔壁房间的陈彻 也突然醒了过来 看着门缝里渗出的白烟 陈彻察觉到 外面应该是着火了 所以当务之急 就是想办法自救 突然间 她瞥见了身后的镰刀 另外一边 朱镜只觉得 周围温度越来越高 再加上自己现在身边 也没有任何道具 难道就这样领合饭了吗 经过不断的努力 陈彻终于是割断了绳子 门被踹开的一刹那 热气扑面来 陈彻惊呆了 她没想到 朱镜竟然在火焰的中央 没有片刻的犹豫 陈彻飞快地解开了 绑在朱镜手上绳子 朱镜 快醒醒 你还好吗 朱镜更加虚弱了 对不起 我好像又拖累你了 此时的撤刻 可是心疼坏了 先不要说话了 火势越来越猛 浓烟会中伤呼吸倒 所有的窗户都被封死 我们只能从正门出去了 朱镜知道 此时小飞就在门外 肯定不会让他俩 就这么轻易地走出去 果然 无论陈彻怎么踹门 都是闻死 小飞更加得意了 朱镜 你们休想逃出来 朱镜知道 这般绝境 就是小飞为他而射的死去 毕竟自己先前对他 也做过非常过分的事情 可是你陈彻 真的不必 陪我遭受这些 假如有幸存活 我们就试着 开始交往吧 对你的喜欢 真的一刻 也未曾停止过 能希望自己不再懦弱 不再压制内心的情感 陈彻 对不起 我好像不能继续陪你了 朱镜闭上眼睛的一刹 彻哥心都要碎了 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放弃 一次次的希望 他发誓要带朱镜逃出去 紧接着 身后的火更加猛烈了 然而这个门穴 怎么都揣不开 就在彻哥也要失去意识的时候 不料门竟然被打开了 快点冲出来 快点 陈彻强撑着身体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地 把朱镜抱了出来 领导下之前 还不忘给朱镜沉默 静 我就说过我一定会带你出来的 画面一转 两人就被送到了医院 暖男彻哥 首先惊醒了过来 看着一旁做梦 都在嚼着自己名字的朱镜 陈彻赶紧握住了他的手腕 别怕别怕 我一直在这里 我不会走了 终于 朱镜从乐梦中惊醒了过来 看到陈彻平平安安地 坐在自己面前 朱镜立刻就梨花大雨地 拂进了他的怀里 我以为再也看不到 话说 咱们的彻哥 可还没想出过这种大雨 急忙抱住朱镜安慰了起来 这可把一旁看戏的两位室友 尴尬到了今天 你们醒了 但不好意思 我俩 好像打扰到你们了 两人文言赶紧一秒分开 并同时修红了脸 昨天下午 接到秦教授的电话 说你们遇到火灾了 昏迷了一晚上 你们也应该饿了吧 赶紧喝点润润嗓子 朱镜听后才知道 原来是秦教授救了他们两个 两位室友又照顾了他们一整晚 临走之时 默默还告诉朱镜 小飞申请关宿舍的事情 朱镜知道 小飞搬离宿舍 并不意味着他会停止报复 还有 昨天这个火灾的真相 他是否应该告诉陈澈呢 心不在焉的朱镜 并没注意到 正在给自己加财的陈澈 突然变得奇怪了 静 你昨天火灾说的 要和我交往是认真的吗 朱镜听后先是一惊 然后眼睛都笑成了月牙 当然是真的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我再也不会把你 从我的身边推开了 另外一边的小飞 突然在一个巷子里 拼命地逃跑着 一边跑孩一边回头 随即 他就被一团黑雾给吊了起来 而黑雾的来源 竟是身后的某人 还逃呢 给我抬头 小飞被吓坏了 我以后会乖乖听你话 不会再去动诸镜了 求求你 放过我 男人一把掐住了小飞 做错了事 应该怎么道歉 你明白的 紧接着 巷子中就传来了 小飞的惨叫声